我们常见的抗生素 最常见的就是β类锡氨类 β类锡氨类包括青霉素类 头包菌素类和碳青霉锡类 青霉素类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是青霉素和氨变锡零等等 头包菌素类我们最常用的像一二三四代头包 比方说头包取松 头包塞污等等 碳青霉锡类我们常用的像是美罗培兰 法罗培兰还有钛能等等这些抗生素 那么另外一类我们常见的抗生素是伏奎诺酮类 或者有时候叫做奎诺酮类 奎诺酮类包括左氧弗沙芯 墨烯沙芯等等 还有一类我们常见的抗生素就是大环类质类 大环类质类最常见的像是红霉素和阿气霉素 另外一类就是四环素类 那么我们四环素类经常用的是像四环素 多锡环素等等 那么还有就是灵可酶素类 灵可酶素类现在用的比较少 但是像克林酶素和灵可酶素都是包含在灵可酶素类里面的 另外我们还常用的像是灵酶素 还有常用的像是华安类的药物也都属于抗生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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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esse 哼 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